可以吗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在主日聚会的时候 按照神的吩咐 根据圣经都要彼此问安 问安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尽可能的 在各样的黑暗的极端的年代里 远离战争 住在平安 就是和平当中 或者即使当战争来临 战火纷飞 战火平仍的时候 神的百姓 祂的子民 仍然可以有平安 这些年在德国有一家人 一直在跟随我们学习圣经课程 当伊朗警告要袭击或者报复 或者表演性报复袭击以色列的时候 这对夫妻专程赶回了耶路撒冷 上一周密切地跟我保持联系 并把以色列的一个自救组织的代导信也发给我 我也在推特上分享 我为这样的基督徒 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首先 他们在以色列人的面前 为基督教挽回了荣誉 其次 他们在整个教会面前 为基督教重建 赢得了荣誉 我们祝福他们 在战火纷飞的圣城 能够在基督里面大有平安 我对以色列的祈祷乃是这样 神是以色列的神 以色列是神的以色列 求神管理 掌权 哈梅内衣的心 并让属于神名下的百姓 一个也不受伤害 有人说这是一场表演性的抱负 但是我们当知道 他之所以只能表演 仍然是因为上帝掌权 上帝让梅川内衣先生 哈梅内衣先生 他的心 被神所控制 就像起初神对埃及的法老所说的 我要是法老的心刚硬 我要在哈梅内衣的身上 得荣耀 神的百姓 也成功地躲过了这场劫难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 第一场规模最大的 无人机集群的攻击 三百三十一枚导弹和无人机 在五个小时之内密集的直扑耶路撒冷 直扑圣地 这有史以来 这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轰炸 以色列人有多大的损失呢 有多少人被杀害呢 一个也没有 一百八十五架无人机 百分之百的被击落 三十六枚巡航导弹 百分之百的被击落 一百一十枚弹弹 一百一十枚弹道导弹 一百零三枚被击落 剩下七枚落入沙漠空军基地 造成了可以忽略不计的损失 留给伊朗的百姓 上街表演他们的狂欢 也让我们想起 约书亚进攻迦南 仍然留下一些小谷的敌人 这真是应该普天同庆的日子 以色列是上帝的以色列 当上帝最初给以色列命名的时候 就昭告天下 说以色列与神与人征战都得了胜 以色列是不可战胜的 因为神是亚伯拉罕以撒 和雅各的神 神是以色列的神 我们不管今天这个主日 就是当伊朗宣告表演性 表演结束的第一个主日 普天下的教会或者基督教 怎样面对这场战争 我们这小小的教会 我们这一小群人 今天 因就我们和以色列人 有一位共同上帝的缘故 我请求你们每个人都站起来 用掌声向以色列和以色列的胜利 表达敬意 请起立 好 请坐 以色列这场胜利 也是我们的胜利 但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 我们大胆地深感羞愧 所有的战争都是对人类的管教 或者是对发动战争一方的管教 让他们如何没有内意一样的 在世人面前丢丑和裸奔 或者是对被打击一方 被侵略一方的管教 提醒他们拜偶像和世界淫乱 所遭到的惩罚 但是所有的战争 都是对基督教的管教 因为既然神赐给了每一个基督徒 管理和治理这地的天命或者责任 那么任何一场战争都在追问我们 我们是否进到了对这地 这个世界的管理和治理的责任呢 或者我们是否面对弟兄遭难 仍然在做冷漠的看客 或者贩卖高调的鸡汤 想在交战双方之上 表演高人一等的属灵秀态呢 无论哪一种情况 战争就是对基督教 一场诚实的管教 神管教我们 是为了让我们长大成人 进一步地回归圣经 按照圣经 像这样一场战争 是否在圣经当中已经有预告了呢 我们先看一看圣经当中的无人机的状况 翻到下一页 我们看启示录第九章 左边三张图片 是伊朗的无人机 有蝗虫从烟中飞到地上 有能力赐给它们 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 蝗虫的形状 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 头上戴的好像金冠绵 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 头发像女人的头发 牙齿像狮子的牙齿 胸前有甲 好像铁甲 它们翅膀的声音 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 有尾巴像蝎子 尾巴上的毒钩 能伤人五个小时 我说五个月 你们仔细看这段经文 我不做解释了 每一个词 每一个形象 每一个信息 都是无人机 极其鼻针的描述 长期以来呢 有两大困惑 第一 那就是约翰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第二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神圣灵借着使徒 预言了末世的战争 使徒约翰只能诚实地把神给他的话 写出来 并用约翰或者那个时代的人能够理解的语言 来讲他所看到的意象 他不可能讲这是无人机 那用什么来告诉众教会呢 那就是用当时人能理解的形象 来传递末世的信息 也许这只是末世战争的一个预言 但是将来各种战争飞行器 大体上脱离不了约翰所看见的蝗虫形象 所以让我们赞美神 圣经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住在圣经里的人才大有平安 我们才是有福之人 这场战争的结局在启示录二十章第九节 他们上来变满了全地 围住圣徒的营与蒙埃的城 这就是昨天夜里 这就是安息日战争的基本状况 他们再一次攻打神的安息日 星期六 他们攻打的不仅仅是以色列 他们在攻打上帝 圣经神的律法反复说 犯冒犯我的安息日 无论何人都当处死 这场捉死之战还没有完 我们看神借着以色列人 如何去惩罚恶人 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 你可以看那黑漆漆的夜空 火光闪烁 我就想起主耶稣说的一个画面 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下 像闪电一样 从空中滑落 真是感谢神赐给我们圣经 既然一切都在他的手里 都在神的手里 我们就大有平安 但仅仅有平安不够 神允许这场战争的发生 与其说是针对以色列 不如说是针对这两千年来 特别是五百年来 厚焰无耻的基督教 丧尽天良的基督教 要管教他们 这是一场直接针对 基督教的属灵战争 让我们借着这场战火 重新来思想和反省 上帝对亚当的追问 就是那人你在哪里 当以色列遭遇攻击的时候 基督教在哪里 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一些名目 主流基督教 是这样来安排他们的态度的 就是我看准了 我们看准了 哈马斯和以色列都需要十字架 双方都认罪悔改 就会进入基督的和平 今天我们再一次看见 这些属灵表演艺术家 怎样站在战火面前 在贩卖他们 丧尽天良的鸡汤 那么什么是我们的立场呢 翻到下一页 希伯来说的立场 就是神的立场 神的立场 就是我们要顺服的立场 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从读希伯来书十一章 三十三到三十四节 他们因着信 制服了伊朗 行了公义 得了应许的平安 堵了狮子的口 我们刚才读启示录的信息 说那黄虫像狮子 灭了烈火的猛士 大兵压境不可一世 成了空中赏权者 就以色列人脱离了 刀剑的缝纫 我看到的信息是 到现在为止 全部的以色列人 只有一个小女孩 受了一点伤 软弱变为刚强 以色列人更加的 刚强壮胆 征战显出勇敢 没有人被吓跑 包括海外的以色列人 正在往回赶 他们要保家卫国 壮灾以色列 今天我们看见了 这个信息是何等的真实 那就是打退外邦的全军 神的话一个都没有落空 他若不允许 一个麻雀都没有掉在地上 他若愿意 以色列大获全胜 什么是主流基督教对这样战事的态度呢 第一 要为仇敌祷告 我们要为仇敌祷告吗 不 我们要制服他们 我们要顺服没有内衣的先生吗 不 我们要堵住狮子的口 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吗 爱以色列的仇敌吗 不 我们要灭了烈火的猛士 就是消灭他们 我们要劝说双方坐下来 靠十字架地解和平吗 不 我们要打退外邦的全军 这才是圣经的态度 这才是圣经的立场 这才是在末世时候 教会应该保守的 最基本的道德底线或者天良 战医里书有一个预言 天师长说 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 现在我要回去 与波斯的魔君征战 波斯 马代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 天使没有说 我要去为他祷告 天使说我要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 我们祈求在这个末世 天使在全地将胜利 只给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去看 借着基督教的重建 让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看见 与以色列与我们同在的天使 比于主流基督教和伊朗同在的天使 更多更强大 也愿借着战争 带我们返回圣经 看见神是如何管教我们的 他管教我们 总比不管不教我们 让我们更有得救的机会了 管教是圣经对苦难 战争 人生的失败 挫折 不快乐 郁闷 痛苦 今天坐在下面的 很多很多萦绕心头的那些黑云 提供的另外一种属天的解释 圣经奇妙在这个地方 它会把你遭遇的所有的苦难 祸患和失败 挫败 解释为上帝对我们的管教 这个概念有三大贡献 有三大翻转 第一 它解决了很多目道友 长期以来对上帝的责问 就是如果上帝是全能至善的 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的苦难 圣经说这是对人的管教 第二 它粉碎了所有人本主义的自以为是 之所以有第一个劫难 劫问 质疑 是因为人可以说是不知羞耻的认为 我不该遭患难 我生来是良善的 我人性善 但是管教这个词就告诉我们说 你要重新思想你是谁 人是什么 所有的生命 所有的人都是权奴 前奴和情奴 权力的奴仆 钱财的奴仆 情欲的奴仆 没有人真正的想在地上 做一个善良的人 或者去行义 除非经过上帝 借着战争和苦难 严加的管教 我们才可能成为一个新的人 有基督的形象 新造的人 这是第二大翻转 第三 当上帝把战争和苦难 定义为管教的时候 他实际上在告诉所有 领受这样信息的人 破其微笑 流泪变成欢喜 为什么 因为既然是天父管教我们 这件事就是可控的 这个事有两个边界 第一 这个基党 这个边党 不会要你命 你所受的管教 是你能受的 第二 最终仍然会救我们 出离这样的功课 使我们得到更大的长进 平安喜乐 直到胜利 也就是说 当上帝把苦难和战争 定义为管教的时候 就意味着 最终的结局是美善的 我重新说一遍 管教一词 翻转了三大事实或者传统观点 第一 它让我们重新理解苦难和上帝的关系 第二 重新认识人及其苦难 第三 让我们所有领受这样信息的人 住在盼望 希望和信仰之中 这实际上就是西伯来书十二章 一到十三节最终要实现的目标 现在我们来看今天的正道经文 一到十三节 紧接着西伯来书十一章 见证如云的英雄谱 画风一转 就是说 我讲了这么多圣经 唯独圣经 只查考圣经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让你们起来和他们一样 看待人称代词 我们 我们十二节 你们三到十一节 我们你们你们我们 你你你 这什么意思 就告诉我们 西伯来书十一章 那些为义舍生忘死 为了应许 为了国度 为了主 看清羞辱 忍耐苦难 勇敢征战的那些义人 他们实际上 是为了给我们 做先锋 我们换个角度来讲 主日正道 讲道 学圣经 前面十一章 是试经 再讲旧约 到了第十二章 十三章 这叫应用 要应用在我们身上 按照这样的一个领受 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些年来 祸患和拆毁教会的那些知经派 就是说 我们什么都不管 我们只查考圣经 十一章 只查考圣经 十二章告诉我们 只查考圣经的目的是 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主和他的义人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讲 那些高调 我只查考圣经 别的什么都不管的人 就是今天这里面讲的私子 他是私生子 私生子女 上帝是否认凭他们了 我不知道 但是神真是要管教我们 我们怎样来看这段经文的结构呢 一到第二节 重点强调的是 我们要靠着见证人 特别是主耶稣 去走我们人生的道路 直到得救 这里有一个词 就是路程 那么十二到十三节 再一次回到了人生的道路 要为自己的脚 把道路修直了 主耶稣说 我就是那道路 道路 人生之路 神在旷野 在沙漠 开道路 我们人生的道路 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威胁 走错了很多很多的路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 一条全新的路 今天你在石子路口 要选择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 至少你对苦难 对神 对你自己 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了 不要再做 姐妹不要再做怨妇 弟兄不要再做莽夫 暴躁 因为无论男女都认为 命运对我不公 别人都对不起我 亲人儿女孩子 家人 弟兄姐妹 教会 国家都对不起我 今天神说 我儿 我儿孩子 现在你重新想一想 这一切都是为了管教你 管教你的目的是为了让你走上另外一条路 已经走的那条冤屈之路 怨恨之路 就是习近平那条路 就全世界的列强都欺负我们中国 日本人也打过我们 今天神说 这是为了管教你 走一条新路 你们知道吗 我们说 所有的战争都是对人的管教 是上帝忍无可忍 最极端的一种管教 没有办法了 我们按照这个逻辑 也可以去看所谓的日本侵华战争 日本人要承担日本人的罪 这没有问题 他们已经承担了 谁受过原子弹那样大规模的 火葱天降的刑罚呢 但是我们想没想过 五千年来 满清民国 包括今天的中国 这个国家内部的黑暗 邪恶和罪孽 真的是罪恶滔天 战争是对这个民族的一种管教 上百年过去了 有多少中国人会来想一想 原来是我们走错了路 要走一条新路 我可以这样来跟大家讲 按照习近平现在这种 祸国殃民登峰造极的黑路 中国最后一定会为自己赢得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可能几乎是灭绝式的 这就是作死 不作不死 越作越死 不管他是被人打 还是他主动去打别人 他都是灭亡之旅 我不知道那场战争是管教呢 还是最后的天法 总而言之 我们回到我们个体个人的人生道路上去 我们今天要重新看我们经历的那些祸患 和当下的没完没了的挫败 神要管教我们 让我们换一种人生 换一条道路 换一个活法了 你所追求的那些一切 说鼻青脸肿 遍体鳞伤 满头都是包 走投无路地撞南墙 神心疼地看着我们 如果这么打你 你为什么还不改呢 这确实很难 因为人需要的更多的是 讨自己喜欢的信息 我们很难理解被管教这样的信息 或者把自己遭遇的不幸 定义为神的管教 除非圣灵帮助我们 拆开了揉碎了 把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些失败和苦难 羞辱 和当下正在经历的这些不快乐的事 按照圣经去解释 我们才可能多少得见光中之光 第三节到第十一节 就是拍开了揉碎了 告诉我们 这些打击 这些祸患 甚至疾病 为什么是神为了爱你 加在你身上呢 我们就分这样三段信息 来进一步地认识神的管教 翻到下一节 我们看第一到第二节 从他们就是十一章的那些信心英雄 突然就转到了我们 当然在十一章最后一节经文当中 已经带出了我们 圣经跟我们有关 不是 你只查口圣经 就好 就完了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 围着我们 为什么像云彩一样 这不仅说明他们复活了 他们在看着我们 他们在天上为我们祷告 他突然让我明白了旧约 一直让我很困惑的一个神迹 那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 日间有云柱 夜间有火柱 我就在想 对这一代以色列人而言 是不是在他们之前 有像希伯来书十一章记载的人物 在天上云彩一样带领他们 你可以看摩西以前 希伯来书十一章记载的那些人物 对吗 所以神 一直在带领他的百姓 包括我们也一样 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 当我们遭遇困境的时候 抬头看看天空 想一想 国往今来 先知和使徒 他们所遭遇的 我们真的就释放 我们为什么总是被负面的挫败 夺去了我们的心智和快乐呢 我们只要回头看一看天上的云彩 想一想 历史上神所喜悦的这些艺人 都是这样过来的 有哪一个天天就是 过着你所谓的幸福生活呢 没有啊 他让我们的一生 他让我们的一生 借着苦难 能够被造就出光彩来 所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 也是为了将来 我们也成为天上的一片云 去覆盖和照耀 后来像我们一样 也会软弱到神的百姓 是什么让我们 如此的生活痛苦呢 不快乐呢 即使来到教会了 也像一个即将要爆炸的炸药呢 其实两大原因 一个是重担 一个是罪 放下各样的重担 我们的重担 无非三大类 第一个重担是什么呢 就是生活的重担 没完没了的生活的压力 和生存的煎熬 忧愁 第二个重担 就是身体的重担 特别是衰老的重担 疾病的重担 第三个重担 是他人的重担 就是人际关系 给我们施加了极大的影响 别人的 甚至别人的罪 成了我们自我惩罚的一个东西 你为什么要为别人的罪 活得不快乐呢 他的罪是他的事 当然也有可能是别人的意 让你不快乐 不管怎么样 人也可能成为我们的重担 我们要放下他来 另外一个方面的拦阻 是我们自己的罪 你有很多目标没有达到 无论是权力金钱 还是情欲或者所谓的爱情 真的是出于别人对你的亏欠呢 还是因为你太贪了呢 或者是因为你自己的缺陷 根本不配那样幸福的去生活 我记得我在这里讲过 我记得我在这里讲过一次 没有人是幸福的 因为没有人配得幸福 这话可能有些极端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明白了 谦卑下来 也许我们就真的可以上路了 就是存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保罗喜欢讲这种话 这个路程的原文就是赛场 所以你知道保罗多次讲 他在赛场上比赛 他要奔前面去奔跑 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我已经得着了 我只是奔前面的道路 最后能得到荣耀的冠冕 那么这个信息也可以回答 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个问题 什么叫得救的确据 保罗说我还没有得着 我们只是在路上 第一节讲的是 上帝的仆人或者他的义人 在历史上对我们的鼓舞和带领 但是所有的这些带领都是有限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有缺点的人 上个主日我们特别谈到了 最后一组七 每个人都是有极端缺陷的人 跟随人 包括跟随所谓的英雄 他们的缺点最后可能会跌倒你 哎呀那个牧师 那个传道人原来也是人 不过是人 他也有缺陷 你就趁机 跌倒了 所以第二节告诉我们 最终不是看人 还是看耶稣基督 只有耶稣为我们的信心 创始成宗 只有他有偿性 不会半途尔废 并且靠着他的真理 天天创造我们新的生命 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十字架的苦难 这是大学三年 第一年有羞辱 第二年有苦难 第三年有喜乐 其实我们人生就两大苦难 两大悲剧 两大不痛快 第一就是有人羞辱了你 不尊重我 你怎么可以羞辱我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没有把我当回事 我从那个门进来 你都不跟我打个招呼 第二一个就是苦难 各种苦难 我们实在是胜不过 除非你能够看见 一年级二年级后面 还有前面还有一个喜乐 我们忍受冬天 我们忍受秋天的羞辱 秋天是一场羞辱 一切繁华泄尽 落花流水 冬天是一场苦难 很多生命 包括老人 会纷纷夺走 我们为什么忍耐 因为我们知道会有春天 我们的人生 一定会有一个更美的春天 那个春天的标志性事件 就是跟神一起坐在神 跟基督一起 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一起坐吧 现在我们来细看管教的含义 翻到下一页 第三节到第十一节 这个管教可以分成两部分 三到第八节 他讲的是管教的方法 管教的程序 管教的动机 第九到第十一节 告诉我们管教我们最终要达到的三大目标 真是感谢主 我们刚刚开始CSMP的主日学课程 我们就走到了西伯来书十二章 其实主日学就是管教课程 管教少年人 当然也管教我们自己 管教我们的儿女 管教孩子 用圣经的真理来管教他们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三到第十一节的经文 看成是我们主日学课程 全部的真理根据 教学方法 这就是教会的教育学 怎么教育儿女 这是教会的家庭教育 这是教会的主日学教育 基本的原则 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 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 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你们与罪恶相争 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这是管教的第一个方面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方面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不都是鲜花掌声 是人恨我们 人真的是很敌对 但是 无论这个世界有多么的邪恶 世人有多么的不找你待见 他对我们的抵挡 都在上帝的控制范围之内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的基督徒 我们的基督教 不是一个除世的宗教 我们要进入人间 要在人间 在人间 我的童年 在人间 人间是我的大学 我在讲高尔基的三部曲 就是不要怕人类 不要怕伤害 不要怕恶人的顶撞 从小山村 到县城 到哈尔滨 到北京 到加拿大 一路被恶人顶撞 当然我们也顶撞过别人 我们是否就变成一个佛教徒呢 说我 看破红尘了 去修道院 去修行 神说你要去 要到地级 你要相信 所有的这些顶撞 伤害和挫折 一个方面 神都控制 不会要你的命 另外一个方面 谁要用这些来打你 来管你 家庭啊 很难教导儿女成长 这也是我为什么 反对有些基督徒 那个高调 哎呀 我的孩子 我自己来教 你教不好他 教会或者世界 神借着他们 来管你的儿女 会管得很好 其实你有没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共识 就是这个孩子 简直没人样了 在父母身边 你真把他放出去 放到加拿大也好 放到别的地方也好 两三年之后 你会发现他变了 他为啥变啊 因为没人在惯着你了 就打得你鼻青脸中 生不如死 嗷嗷之叫唤 你就 你如果不明白 你就想想你自己吧 如果连这点苦难 和挫败都没有 你真的就没人样了 真是老子天下第一了 世界会管我们的 有人在国内也不可一世 哎呀 我在国内 我是多么优秀的一个人 好像到了加拿大 受到很多挫败 你感谢神吧 如果这三年 这五年 这七年 连这个挫败都没有 你这辈子就完了 你就一直还是你那个你 你自己看不见 你有多令人作呕 但是借着这个所谓的羞辱也好 挫败也好 我们开始变了 第一个方面 在人间 第二个方面 第五节 你又忘了 劝你如同劝儿子的话 说我儿 你不可轻垢主的管教 为他责备的时候 也不可回心 这是第二个方面的 教育学 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说第一个方面讲的是 你不要怕人类 你要去 因为那是教学工具 那是教具 人类是我们基督徒的教具 但是你也 有了上方宝剑 说 既然上帝控制他们 那我就不怕了 我就不在乎了 不是 第二个方面 所有的管教 你不可轻看 这什么意思 一场战争也好 一场苦难也好 结束之后 你要长记性 学教训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三年覆盖全地的大瘟疫 结束了 你自己 我们的家庭 夫妻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你学了什么功课呢 什么都没学到 这什么意思 清看主的管教 大瘟疫之前 你有多放纵和邪恶 大瘟疫之后仍然如此 唯一学到的就是 忍啊忍啊 终于结束了 我可以去玩了 直到下一场大瘟疫 再一次降临 整个西方世界 学到了什么功课呢 继续和习果行业 继续跟人民币行业 习果人学到了什么功课呢 比以前更坏 这节经文啊 实际上值得我们 真的是痛哭流涕地去想一想 真正的悲剧 不是你遭遇苦难 真正的悲剧是 苦难白白接受 如果很多的想法 你三年前是那样 三年后仍然是那样 我们真的就成了器皿了 如果三年后 我们想同一件事情 有些想法改变了 我们就真的长进了 修神怜悯我们 第六节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又鞭打 凡所受难的儿子 你们所忍受的是 神管教你们 带你们如同带儿子 焉有儿子 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管教原是众子所共详的 你们若是不受管教 就是私子 不是儿子了 这一大段话就讲一个道理 他爱你 所以他管你 就这么简单了 道理当然很容易讲 真正接受是挺难的 只是我们靠着真理 今天来这样接受吧 就是我们所遭遇的一切 都是因为神爱我们 他在打我们 什么样的人 神不爱了呢 就是你经常 嫉妒的那些恶人 就是你这个上帝 怎么搞的 那个恶人过得比我还好 那么我们今天 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就是神已经不搭理他了 那好有什么意义呢 那好啊 经常有人 包括国外的一些政论家 评论家都跟我在讲 什么明镜这类东西 习主席了不起 你看他想干什么都成功 所有的权力他都拿到了 这厉害 我就告诉你 很简单 就神不搭理他了 整个人类 你知道遭遇苦难最多的是谁 以色列 以色列太惨了 犹太人大图沙 今天被强敌环伺 昨天来个哈马斯 今天来了一个不穿内衣的 后天来一个 再来一个不穿短裤的 再来一个穿霹雳内裤的 神爱以色列 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征战当中的民族 你看他身上 以色列的男兵女兵 以色列的男人女人身上 所活出来的那种人的尊严 人都会死的 八九十年 我最感动的是 海外的以色列人 当他的祖国发生战乱的时候 他们放下一切回去 2017年 2016年我不记得了 人老了 我去以色列 我深深的被以色列人的 那个伟大所感动 基督教不要再狂妄 不要以为你唱两句 唯独十字架 你有基督 以色列人没有 你就像罗马书第九章一样 就是只字来笑话根 保罗怎么警告这个基督教的 你不要像拖着你的那个只子夸口 否则有一天你也会被砍下来 以色列人身上太值得我们学习了 他们智学的敬虔 他们对国家真正的爱 这不是中国的粉红可以望其项背的 天天在那叫嚷 咋唬 跑得比谁都快 也不是那些哈马斯的支持者们 可以相提并论的 天天在美国的街头 加拿大的街头 欧洲的街头 表演他们的勇敢 以色列人拿起枪回去 包括他们的女人和孩子 这是什么样的经历 造就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呢 管教 第九节到第十一节 就告诉我们神的主日学 上帝的皇家学院 我们正在筹建的少年人课程 就是要实现这三大教学目标 第一 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 我们尚且敬重他 何况万灵的父 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 这是第一个教学目标 我等一下给大家解释 第二 生生的父 都是随 暂随己意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要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这是第二大教学目标 教孩子什么 第三大教学目标 反管教的事 当时不觉得快乐 反决的愁苦 这是真的 后来 却为那经练过的人 解除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 上帝的学校 主日学教导孩子 教导儿女 要实现三大教学目标 第一是顺服 把它找出来 第二是圣洁 第三是公义 现在我们就恍然大悟了 为什么要来教会 为什么要教会要有主日学 因为全人类所有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包括卢索以后的所谓的现代教育学 没有一种教育 是追求这三大目标的 那都是撒旦式的教育 我们先讲第一大目标就是顺服 现代教育学 我是说卢索以降的教育学 它的目的是让人顺服自己的天性 中国的成人中心主义教育 目的是顺服成人的意志 只有圣经教育 让我们学习顺服神的道理 这太难了对吗 因为人天生反叹 天生叛逆 只有神的道理 神的知识 是让我们得生命的 顺服神一个方面意味着 以往的所有的顺服 都处于魔鬼的势态 不要再顺服你的情欲 你的情欲天天勾引你起来 做坏事来控告人 就是圣经讲的 中日所想的尽头是恶 怎么去占便宜 怎么去产没人 怎么想一些巧技 得到更大的便宜 也不要顺服别人的意志 不要顺服掌权者 顺服暴君 顺服淫妇 顺服独裁者 顺服多数的意志 大家都那么想的 所以我想讲 顺服的第一个否定性的方面 不要顺服自己的情欲 第二 不要顺服人的情 别人的情欲 第三 不要顺服主流基督教 他们的教育 要顺服圣经 顺服谁场战争 我们的教育目标 就是教导一个 不可能顺服上帝的生命 起来去顺服神 汉语把顺服这个词弄脏了 没有主见 顺服就是让你有主见 就是主的见解 不要你自己当上帝 这是主日学的第一个教学目标 第二大教学目标 圣经 生身的父都是随己 暂随己己 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 管教我们 是叫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太感动了 什么意思啊 诸位 就是普天下所有的师父 教师 没有一个人是教你去圣洁的 只有神关心你的圣洁 你的灵魂在干净 世俗教育 包括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都是教导人要成功的 对吗 成功就是要弄脏 你有多脏 你有多成功 你知道吗 一定是这样的 但只有一位父亲 这位天父 他每一个心思意念都希望你干干净净地过着一生 他为此忧愁 为此伤心 为此讲自己的儿子舍弃了 洗净我们的罪 并让我们继续追求圣洁 包括我们的父母 他们教导过我们圣洁吗 或者把圣洁当中我们的 当中他教育的目标吗 我们经历幼儿园 小学 中学 大学 我们的老师们教导我们圣洁吗 他们都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成功的人 甚至有些家长给儿女私家了无穷无尽的压力 就是你必须成功 有谁关心我们的益处或者圣洁呢 有谁真正的关心我们的灵魂呢 只有我们的神 祂是真爱我们 我们真的是祂所生的 圣洁意味着什么 圣洁就意味着 我们不要在世人的罪里面有分 你为你的钱财减少了很痛苦吗 你为你的权利和尊贵 不被人容从绝望吗 你为什么不为 因此你远离了很多罪恶而感恩呢 这些年有一些爱我的朋友 弟兄姐妹说 你离开了政论圈子了 离开了公知世界了 离开了中国了 你什么都没有了 那就是神特别特别的爱我 让我多多少少的少放点罪 现在我还没有所谓的很成功 听我的道的人很少 是因为神是何等的爱我 我们是一件小小的教会 不是吗 不是大教会 不是吗 因为神让我们在祂的圣洁里面有分 我们得放弃他多少罪 才能人山人海呢 神知道我们怎样走 讨他的喜悦 圣洁 但是仅仅圣洁是不够的 仅仅圣洁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变成了山上的猪了 以赛亚书65章 我比你干净 不 我们守着这份圣洁 还要回到人间去为基督做见证 第十一节 经念过的人 解出平安的果子就是意 提摩泰后书三章十六节 十七节 圣经就是教导人学意 要做一个公义的人 只有圣洁 没有公义 你就是个邪教徒 一定是吃人的 因为你觉得你干净吗 我们最终最终 要归到得救的窄路上去 窄门上去 就是唯有一人因信得生 这是基督教重建最后的桌炎点 我们教导儿女 也教导我们自己 在任何黑暗极端的年代里 尽可能地来彰显神的公义 我讲到这里有一件事 我坐在今天早晨 我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还在想我要不要说 因为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 在中国南方的某省 有一个跟基督教没有任何关系的平民 老百姓 一位女士 就是因为几个月前 很意外地 被人签上了给李克强献白花 那个名单上的名字 结果几个月过去了 直到今天 这位女士 失踪了 失踪了 养无阴心 我听到这个信息实际上有点说不出话来 这个流氓国家的狭窄和黑暗 再一次突破了我的认知底线 他怎么了 他干了什么大事了 什么坏事了 他对一个领导人表达一点哀悼 这不是你宪法赋予的基本的权利吗 人多少有一点点那种同情心 或者对现实有一点点不满 陷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当中 我经常在想 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地狱 这就是地狱 看不到一点希望 看不到一点光亮 你这个习近平 你这个心胸有多狭窄 那李克强都这样了 纪念他的人 你要治他于死地吗 不仅如此 我在想啊 为什么今天神要把这个信息让我听见呢 既然我们听见了 既然我知道了 我今天就要把它讲出来 免得这人 或者这个义人 突然受苦了 圣经上讲 就是外邦的义人也为主所而悦难 我希望他的亲友 今天能听见有一个牧师在这里 在讲这件事情 告诉他这个地狱还有道裂缝 还有人愿意为寡妇变屈 为孤儿申冤 我也盼望也为他祈祷 让他早日能获得自由 给我来信 跟我们联系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提供一切的帮助 愿我们都去努力 解除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 我们看最后两节经文 很多反对的声音 圣灵听见了 他说 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 发酸的腿挺起来 也要为自己的脚 把道路修直了 是瘸子不致歪脚 反得痊愈 上帝开了一家医院 有人叫主日学 有人叫教会学校 有人叫教会 讲了古人他们 又讲了金人我们 最后最后的目的 是为了医治我们 我们患有一种病 人类患有一种病 主流基督教患有一种病 这个病是什么呢 就是约翰福音十一章 所说的 你所爱的人病了 或者 四福音书多次多方的讲的 包括使徒行传 就是瘸子 瘫子得医治的神迹 有两种瘫子 第一种就是生来就瘫痪的 记得吧 第二种 这个人已经瘫痪了三十八年了 这是什么情况 我今天愿意做这样的一个类比 基督教已经瘫痪了三十八年 那开始不这样的 他们躺平了 躺在鸡汤教那里 躺在主流的教义当中 躺在几个微毒的毒药里面 要躺着上西天 连教堂都叫生天堂 第二种就是一生下来 就是瘫痪的 这就是整个人类的情况 我们都成了毒蛇的种类 都是爬虫 都是有肚子走路的族类 怎么办呢 神说我开一间医院 开一所学校 让你们起来行走 这两节经文是所有圣经 所有新约圣经 关于医治神迹 特别是 瘫子和瘸子医治神迹 最准确 最终极的答案 也为此 我们可以再重新看看 这曾经迷惑很多贪婪之人的一段经文 我们看今天我们怎样来解释 翻到下一页 大家熟悉雅各书这段经文 很多教会也去实践 教会爱实践这些东西 基督教有两大表演项目 比哈梅内依 比梅内依先生更有表演性 第一就是洗脚 所有表演洗脚的教会 都是被神所证悟的 我愿意这样认为 你可以不一定这样想 你有洗脚那功夫去干点正经事 好不好 第二种表演 就是借着雅各书五章十四到十六节 表演医治的神迹 我们再来看这段经文在说什么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 用油抹他 为他祷告 除以信心的祈祷 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 也必忙赦免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我要告诉大家 在主流基督教的 所有相关实践当中 和我们今天讲的语境 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所讲的那些医治神迹 说白了 说穿了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主 这些讲会讲到 印度的那些 医治神迹 神迹奇事 跟公义 毫无关系 这里面埋下了一个伏笔 让我们感到很困惑 实际上 就是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这句话好像很突兀啊 放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们需要查考原文 才知道他究竟在讲什么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这个病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二章 讲的软弱 变刚强的软弱 这是一个词 那你换个翻译方法好吗 你们中间如果有人软弱了呢 再往下读啊 你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软弱了 他不想再侍奉教会了 他不想去传道了 他想辞职了 辞去牧师的职份了 有一天黑人来攻打教会了 下次下个主持我也不去了 如此类吧 我这打个比方 那怎么办 教会的长老 教会的领袖 你不能看着他呀 这种事情你要去除面呀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 奉主的名 用油抹他 为他祷告 这是一种教会的崇拜方式 你可以直线地把它应用为抹油 但是我认为你在神学上去解释更好 就是要有一种聚会的方式 因为神说 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我就在他们中间 圣灵与我们同在 圣灵的高摩 你可以这样讲 没有问题 总而言之 应用到什么地方呢 教会不能不管 有人软弱了吗 怎么管 为他祈祷 出于信心的祈祷 要救那病人 这个病人 这个词 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节那个词 他不是病人 翻回来 我们找十二章三节 往上翻 哇 你这软弱了呀 往上翻 请教会的长老来 好 就是这了 我再往上 第三节我说的是 那忍受罪人这样品状的 你们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这四个字 就是一个字母都不差的 千真万确 百分之百是这个词 翻回来吧 那你看讲章 你就会明白了 好 我重新讲 你们中间若有人软弱了 伊朗威胁我们 有的以色列人软弱了 就应该请长老来 奉主的名 用油抹他 把那见证如银 圣灵充满的那些人 那些故事讲给他听 为他祷告 除于信心的祈祷 要救那疲倦灰心的人 这有什么难的吗 祝贝呀 这个圣经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就像邪教 就像撒满教 这就是灵人运动 你这和我们的信仰 有什么关系 去医院得了吗 哪一间教会敢吹嘘 他医治的人 有任何一间医院医治的病人多 这个常识还用我们再讲吗 所以有人说 这个人不闷目 是最不属灵的 我跟他讲 我身边的你医治我 他第一句话就说 你去吃药 我应该再加上一句话 你该吃药了 你该吃药了 事实上不用我问 他自己吃了好多药 还在吃 除于信心的祈祷 要救那疲倦灰心的人 然后主必叫他起来 我所有引用的旧约新约 其实是一本 所有的贪子 瘸子 瘸子 这些概念讲的是同一个字 就是上文起来和瘸子那个词 而所有的这些概念 指的都是面对暴君 压迫 批破 人站不起来了 跪下了 软弱了 疲倦了 灰心了 躺平了 放弃了 这是圣经基本的信息 不是真的 哎呀 我遇到什么车祸 我瘫了 然后我祈祷 我突然就站起来 蹦起来了 你这是想瞎了 心了 也许普天之下 有那么一两个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 神特别特别的 就是 非让你站起来不可 但是这不是个普遍事实 不仅如此 你这会跌倒千千万万个瘸子 对不对呀 上面凭什么 凭什么呀 他讲的不是这件事 他讲的就是 所有在苦难当中 跪下来的人 神说你要起来 我不是很喜欢 澳大利亚 那个没胳膊没腿的 那个见证 我不喜欢那样的 不要把一个神学的应用 推到一个极端的案例上去 但是他有一个道理 可以放在这 什么意思呢 即使我们的身体 仍然是残疾的 但是我们的灵魂 已经站起来了 这是神跟我们要的 对吗 这才是他真正跟我们要的呀 他若犯了罪 也必蒙赦免 不仅软弱了 还犯罪了 离经叛道了 不参加聚会了 希伯来书第十章 那怎么办呢 有这种情况呢 你们要彼此认罪 为啥要彼此认罪 这个政治逼迫 导致的软弱和犯罪 会污染的 会传染的 你不去我也不去了 一些教会 这些教会就这样被拆掉了 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这个医治 就是希伯来书 刚才十二章 那里面讲的 可以痊愈 这是一个词 那里面跟生理疾病有关系吗 没有一毛钱关系 然后才讲 义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这个义人讲的就是 希伯来书十一到十二章 贯穿史中的义人 就是解除的果子 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 为什么义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 大有功效呢 我们回去再打开希伯来书十一章 你就知道他在讲常识 这些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 他们也在为我们祷告 不仅是祷告的问题 这个祷告还有很宽泛的含义 就是他们这种示范的力量 让我们看见 我们就恢复了勇气 其中有一个人物 每次我想到的时候 我就会明白 什么叫义人 他的力量 他是有力量的 有示范力量的 那就是摩西 我们都以为自己曾经辉煌过是吗 你不可能比摩西更辉煌 埃及王子吗 我们都以为自己满有了恩赐 你不可以比摩西 只是更渊博 学习了埃及一切的学问 我们都以为自己长得天下最美 都是冒比潘 都是冒比潘安 但是摩西生下来就俊美非凡 我们都以为自己在主的家里是尽忠的 但是摩西被西伯来人和埃及人 多次凌辱 甚至要杀害 他仍然在服侍教会 看摩西的一生 地最终最终 这服侍教会一生的忠谱 神竟然不允许他进应许之地 换句话说 按照世界的标准 我们奔跑一生 什么都没得着 还是个小小的教会 还是在地上没有成为明目 也没有一位信仰 我的钱 我的存折翻了几倍 我怎么靠着信仰 又变成了一个更成功的人士 都没有 你就明白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 一人的祈祷 或者一人所发出的力量 真的是大有功效的 今天你又遇到了哪些不顺心的事呢 起来赞美主 他爱我们 他在管教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感谢赞美你 我们为以色列赞美你 我们也为在中国受逼迫的义人向你求告 求你怜悯 也赐给我们能力 去见证住你的怜悯 你的公义 你的爱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祝福 或许多么 您讨厌